楊明哥怎麼看說 因為現在陳宗彥是爆出這個 這個花花去 去這個醜聞 那怎麼看說因為現在他是接受這個 鬥哥就是王孝偉的這個姓招待 那怎麼看因為現在 蠻多人說他跟綠營好像有關係 因為上個月也有發現說 他是跟這個黃偉澤還有林俊憲同台 怎麼看這件事 我想這個王宏威委員也已經 查出來喔這個王孝偉 也當選過 民進黨的全國黨代表 那包括我也查到 他有一筆這個政治獻金捐給民進黨 那當時是為了買這個所謂 慎選版的這個飛行外套 等等的那我想 王孝偉跟民進黨的互動 密切我想這不是新聞 那只是說這個案件 發生在十多年前 而到底王孝偉 為什麼後來會變成 黨代表我想這比較耐人 尋味啦那這個部分就是 就是現在在台南綠營的 這些黨公職要去解釋清楚 就是如果 當初台北比如說 趙介佑趙映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在台南在最近這個黑金 盧渣這些案件 產生的狀況下 又突然出現了一件這種 八大業者 這個 性招待這樣的醜聞 那結果這些業者卻變成是 這個黨員甚至黨代表 那這是不是也有一些這個不妥的地方 我想這是民進黨自己要說清楚的 這怎麼看因為現在這個豆哥的老闆 這個歐哥連橫 昨天這個照片有出來說這件事 有跟這個鄭文燦在2020年的時候有簽這個MOU 那怎麼看說會不會是跟這個綠營市真的是有一點認識 或是有點熟識 因為這個所謂的歐哥 他原名叫連橫 那因為我看到有一篇報導 說他最近年這個積極往這個光電產業發展 那我就去查了一下 結果沒想到就找到 在桃園市政府官網上面 就有好幾筆 其實不只一筆 就是這個連橫先生 他成立這個叫利歐新能源 這家公司 跟這個桃園市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包括簽署這種自動駕駛的這個MOU 包括有一些其他的互動等等 那就我的瞭解這個利歐新能源 他成立在2016年 而且是在這個民進黨執政之後 那他主要的這個供應是以這個 離電池的技術啦 那包括這個交通系統 耗製系統的不斷電系統 等等的 還有這個自駕巴士 智慧系統等等 所以他在六都都有標案 那也不是只有桃園 那台北 因為台北最早研發這種所謂的自動駕駛巴士 所以台北有給這家公司 也蠻多的標案 高雄台南台中都有 六都幾乎都跟這家公司有互動 那所以我只能說這個 這一家 這個利歐新能源確實是 一個八大業者 轉型成這個新能源產業的 一個翹楚 所以我說 至於他跟鄭文山 因為他那個是屬於公務上的互動 那私下是不是有私交 這個我不清楚 那只是說 剛好查到這一位 過去曾經捲入這個案件的業者 現在已經成功轉型為光電 或是說新能源的業者 那對不對 這個陳忠諺案件 因為現在有個說法 就是說 好像是這個檢察官 檢調在內部鬥爭 像是這個 南檢林仲冰之前這個監聽案 他跟這個陳忠諺案件 只隔了就是九天而已 怎麼看說 如果是一個一審 才被剛判有罪的檢察官 真的有可能在這時間 要做這種操作嗎 應該說如果今天 我如果 我只是假設說 如果我是這個檢察官 我在剛一審 剛被判有罪的狀況下 然後突然我的案子 的相關的卷證 相關的監聽議文 相關我要簽辦的這些簽程 就全部爆料給外界 那所有的人都會知道 就是經辦人 就會被懷疑是爆料者 那如果今天我這麼笨 我在這個時間點去爆料 不就是 有一種此地無垠三百兩 歡迎大家來查我那種感覺 所以我想 今天這個 有人刻意要導向 這個所謂的 這種所謂司法內部的內鬥 主要是因為這個時機點太巧合 就剛好一審判決完 結果隔一個禮拜這個案子就爆發 那所以 我覺得 如果今天這個檢察官 智慧低到這種程度就是 他不知道他這個時間爆料 一定大家就會懷疑他的話 那我只能說這個檢察官他 擔任檢察官的智慧非常差 那如果說是另外有別的人 想要借這個判決的時間點去做操作 把風向帶到往檢察官司法的互鬥 這種內鬥的方式 那我想那可能那個人就是所謂的 紀中紀 就是他本來在爆料的同時 他就已經研判這個案件 基本上已經一審判刑 所以他可以順利的把焦點轉移到 這個司法內鬥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這個 不管怎麼樣的一個方式 都是讓人覺得很好奇說 這個案件應該是不是那麼單純 想要再問 就是我們在回顧這個案件 就是說他當時 台南地檢署是拖了一年 而且還沒有完全沒有傳喚 他就直接結案了 今天任何一個案件 今天你至少也問 把他抓過來問他說 讓他否認這樣也好 他連抓過來問都沒有 就直接結案 這個如果不是說 這個押案的話 這什麼樣才叫做吃案 是賴清德還是檢察長 我想這個就是現在高檢署 應該要把他交代清楚的 我相信全民都非常關心 就是說這個案件 既然檢察官有簽辦 要辦貪污的部分 那陳忠彥對外公開說 他從來沒有被約談過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被約談過 是陳忠彥自己說 他從來沒有被約談過 因為偵查不公開 我們根本不知道 這個案件偵查的細節 後來就是簽結 那陳忠彥沒有被約談 但是你比如說 這個豆哥 或是這個歐哥 他有沒有被約談 這我們都不清楚 所以我說這個是檢調要去釐清 當時這從簽辦到最後結案 這一段時間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到底有沒有人施壓 有沒有關說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拖延的狀況 這是檢方要把他查清楚 告訴我們的 但我認為要把他查清楚難度非常高 因為這第一個過那麼久了 第二個 現在是檢方查檢方怎麼會查出東西來呢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利歐新能源公司 因為在網路上其實查 你查這個董事長董堅這些 其實是看不到他的這個人 就是他有掛名在裡面 不過在媒體的時候 他每次都出現在這個鏡頭前 都是以主席的身分來代表這個公司 是不是因為他本來在這個經營酒店的時候 就已經打好這樣的關係了 所以這個公司才請他來擔任這樣子的一個角色主席 然後前線 在短短五年內可以簽 可以標到二十四個案件 總金額可以到破九千萬 我想這個可能跟因為連橫先生 他在這個之前就是所謂的經營酒店的案子 他曾經因為妨礙風化被判刑 他有前科 所以也許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他可能就單純做股東 做這個經營者 他不介入所謂的董監事會 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這個公司創辦的時候的董事長也姓連 那我在想是不是跟這個連橫先生有一些親屬關係 所以可能這家公司就是他成立的沒有錯 但是跟他是用什麼方式 他怎麼樣去經營這個董監事會 這個我不清楚 但是他確實沒有在這個所謂的董監事的名單裡面 但是他是實際經營者 他掛這個主席就表示他是負責 這家公司的這個所謂的CEO也好 或者這個執行長 那他就是負責這個督導整個公司的營運 他為什麼用這樣的模式 這個我不清楚 但是就是他能夠拿到這些標案 表示他一定有其過人之處 而且他這家公司他從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資本額是1億 到現在已經增加到了7億 那實收資本額也是2億多 所以這表示這家公司也是不斷的這個規模在擴大 可見他這個轉型算是非常成功 那像這一個 這個他在之前經營酒店的時候 他就是以這個招待的方式來用了 你覺得他到這個新的公司 他要拿到這些標案 不會用同樣的方式 同樣的文化來做這件事情 這個我沒有證據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說 就是當他一個所謂的八大酒店的行業 跨足到光電這樣的產業的時候 那會不會有所謂的一條龍的模式 這個是檢調也好 或是相關的這個司法單位 要給我們答案的 我想一般民眾只是覺得這整個案件 十幾年前案件但是就是很扯 那而且這裡面涉案的每一個人 要嘛是後來變成民進黨的黨代表 要嘛就是自己成立的光電公司 我想一般民眾一定覺得 哇這真的是台灣這個產業轉型的典範 怎麼看喔 因為現在蠻多人說這可能是這個 民進黨內部的這個派系鬥爭 那因為現在民進黨是說 好像是國民黨要打籃 怎麼看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真的是國民黨所謂要操作打籃的話 打綠的話 怎麼會選在這個大選之後呢 而且為什麼現在這個網軍側翼 他們現在都全部都講不講 怎麼看這件事啊 呃我想這個事情如果要推給國民黨 是最不可能的啦 因為如果今天民眾黨都已經準備好 總質詢爆料就國民黨居然去杯葛 不讓他在總質詢爆料喔 這本身邏輯就不通喔 那另外你也提到就是說 如果今天台南的黑金 呃槍擊等等事情在選前 已經鬧得沸沸揚揚揚 最後謝龍介只差五萬票 就可以當選 那這個案子理論上在當時 國民黨就應該操作 那因為這不但打到這個台南的問題 也能夠修理賴清德 這是因為他是未來這個2024講題 理論上是越早打越好 那國民黨居然都沒有把這個東西出手 那可見 國民黨應該在這個事情上面就是狀況外 那怎麼就想問一下 就是因為陳中彥不只報這個性招待醜聞 現在還報說好像是違背這個廣電三法 就有這個黨政退出媒體條款 楊明哥怎麼看 呃這個部分是他的財產的申報 從他在台南市政府 呃2011年1月開始 他持有他的太太喔 他太太名下持有20萬元的 南都廣播電台的股份喔 那他投資這個20萬元的這個投資呢 依照我們廣電法裡面規定呢 如果是政務人員的配偶喔 他不得超過這家公司 呃這個發行總股數的1% 而這家公司他的這個資本額是1600萬元 他是每1000元一股喔 那發行了16000股 而他這個20萬元 剛好是超過了這個所謂1% 也就是16萬元的這個投資門檻 所以呢 在這個廣播電視法裡面 呃這個陳中彥的太太是違法的 那只是說 他這個他這個投資是一直到他 到了內政部政務次長申報財產時候 這一筆投資才消失 也就是將近有大概7年左右的時間 他都持有這樣的一個投資事業的 的一個內容喔 那只是 呃根據這個相關法令呢 他是要法廣播電台 而且呢 這個相關人呢 就是要由這個台南市政府來懲處 但是現在這個 陳中彥也不在台南市政府了 也沒有在政官了 所以基本上也就不了了之 只是說 曾經留下這些紀錄而已